记者洪瑞琴台南报道,国立台南大学于今天欢度创校119周年校庆系列庆祝活动接力登场。 在出席贵宾及师生的见证下,老钟晴三代校友齐聚一堂,分享学校生日喜悦与荣耀。 运动会由南大各学系学生别出心裁的装扮表演绕场揭开序幕,南大富小小朋友带来充满动感与活力的表演。 南大今年参与国庆花车游行队伍,也有压轴的精湛体育表演,获得热烈掌声,现场气氛热闹。 校长黄宗贤表示,南大稳健成长,突破创新,今年度荣获国家图书馆最佳学术曝光奖,学术影响力奖,或教育部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, 并首次参与英国泰晤士报告等教育专刊评比,即入选全球最佳大学前一千大排行榜。 具有百年校时的南大安排系列庆祝活动,其中, 《红楼童中节目仪式》是由44级艺术科校有在校庆前戏捐赠童中一座, 充现男师实习学校职员敲童中代表上下课终身的场景。 《红楼童中节目仪式》